马宝南一言不合 就绝食自残来威胁女友 女友备受煎熬想要分手 但男生却死活不同意 所以来到节目组解决问题 先听听涂雷老师怎么说 涂雷老师点出男生是 一个极度自卑的男孩 那这样一个男孩究竟会做出 什么更加过分的事情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赵来自内蒙古 今年22岁目前还是一个大四学生 女主人公小周来自天津 他们是一个学校 但不是一个专业的同学 至今在一起已经一年半了 男生还是主动追求女孩的 也为这么漂亮的女孩 肯定很多男生喜欢 但只有小赵坚持追了一个月 女孩才答应试试看 两人一上台照穿 就焦急忙慌地问道 其他人怎么追 他怎么追啊 其他男生可能就是 说喜欢我 然后我不同意就不追了 但是他就是属于追我 我不同意他还追 然后在时间长完以后 他就特别小心眼 玻璃心 一点小事就是特跟我争吵 他怎么个玻璃反啊 去年暑假他不回老家嘛 然后我就跟几个好朋友 想出去玩几千 他知道以后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 我说我不想回 所以我想玩几千 放松放松 去打钱 然后他就是让我回家 他就说如果你不回家的话 我就不去服务查查办吧 绝食 好家伙22岁的大小伙了 竟然用绝食来威胁一个女孩子 要不要点脸呢 正常女孩面对一个 为你而绝食的人 会作何感想 要是男生的妈妈 肯定会交集 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肯定觉得这种男人 太没出息了 你绝食有什么关系吗 绝食了吗 后来就一天没时间回合 一天没时间回合 你就回去了 不是 他妈妈给我打电话 他妈打电话说 那个我儿子一天不吃不喝了 然后我跟他妈也没见过面 我就觉得真太尴尬了 这可不太尴尬了 这跟你没关系啊 他妈那天给我打了三个电话 说我儿子不吃不喝 说要跟你 你跟我儿子说一下吗 剩下来你回家算了 一开始我以为我这样是做的 能让他都出于心疼我 快要回来 只要我这孩子 我这张没用 我只能把我妈搬出来 一天都没吃 没喝结果威胁不到女友 却把跟女友素未谋面的妈妈 搬了出来可真有出息 这妥妥的就是妈宝男 儿子说啥 母亲照做就是心疼孩子 如果你是屏幕里的女孩 哪有妈妈打电话给你 让你赶快回来 不然自己儿子就快饿死了 你会怎么办呢 女孩的选择是 玩了一天机回去了 本来计划好玩多几天 没想到好好的兴致 却被男友这样打乱了 这也成为女孩挥之不去的阴影 两人因为这件事 大大吵了一架 换作狠心的女人 直接跟她提出分手都可以了 赵川看不下去了 继续逼问出的一幕 惊呆了全场嘉宾和观众 不高兴 我感觉他就是像那种小人一样 那你怎么不能这么说 我心里故意不去的事 我就所以 舍机让你改成那样 你是不是有病啊 由于女孩微信通讯录里有几个异性朋友 但都是正常的朋友而已 却被小心眼的男生 把全部备注改成了1234 在赵川眼里这男生就是神经病一样的 这让人家怎么去分清谁是谁啊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还是争吵起来 可心大的女孩不计前嫌 再次原谅了男生 后面两人经常有矛盾 而都是小心眼男生惹出来的 两人相处已经不舒服了 赵川也劝小伙子放过这个女孩了 接着问到女孩 这个男生还有什么过分的行为 女孩说到自己没有喜欢明星的权利 发个事是说你以后不能嫁给他吧 那你跟他们见面蒙不着明星 你是跟我待机待时间啥还是跟他 那我喜欢偶像多年了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也在一起在多久呀 咋的还不能有喜欢偶像的 那我朋友家里都说咱俩 你朋友家里冷不定就冒出一个男人出来 他有想法不是你也没有吗 你去个干净库你还行 女孩喜欢把明星韩庚当作偶像 却成了男友吃醋的对象 这小心眼都已经快魔障了 这还没有结婚呢 就这样处处限制女孩 这是控制欲太强了吧 这让哪个女孩能够长期受得了呀 这么爱生气赌气的男生 被赵川调侃这么受 是这些原因造成了的 男生还嫌弃女孩 出门打扮这么漂亮的一幕 这男生真的服了 长得漂亮 打扮漂亮有错吗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虽说是你的女朋友 但是走在街上 还不准人家看了吗 如果是你的女朋友很漂亮 走在街上你会感觉很有面子 还是会很担心 被别人抢走的感觉 前者证明你内心足够自信 后者证明你内心极其自卑 男生也说到自己这样吵吵闹闹 迟早会失去女孩 女孩当时确实也跟他提出分手 现在两人已经分开一个多月 但男生还是不甘心 竟然做出了让人不淡定的一幕 这吵吵闹闹的 本来想求婚的 带着99朵玫瑰 还借了一辆车 可在女孩眼里 这是很幼稚的行为 因为现在啥都没有 还要靠妈妈的一个小男生 并且她的所作所为 让女孩觉得看不到未来 所以就拒绝了 我想只要有点脑子的女孩 都不会答应这么草率的求婚吧 可接下来男生的做法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没拒绝啊 这不算拒绝啊 真拒绝 他已经拒绝你了 怎么着 他已经开车回去了 一个人开车回去了 他把我奶奶丢在那了 我所有东西还在冲上 然后他就要开走了 花儿呢 花儿 他带走了 你把你的道具都全拉回去了 后来 不愧是幼稚男生做出来的事情 女孩只是现在没有答应嫁给她 而男生真的就一个人走了 没有对未来的规划和承诺 只是求婚这样的冲动 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方式 此时女孩再次提出跟男生分手 但男生依旧死缠烂打不愿一分 没办法女孩只有来到节目组 求男生不要再纠缠她的了 因为男生控制欲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用头发什么的 用头发啊 他也跟着我啊 我那还不是放心不下你了 不是不是你 不放心你的甲带了 怎么还有错呢 不是他做个头发又怎么了 你人理发时是男的 应该是我 跟跟犯人似的 挺好的 太累了吧 因为我实际上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就觉得我的东西 包括我的女朋友 别人看一眼会怎么样 我都心里会好受 做头发学驾照都要去看着女友 就怕女友被别人拐跑了 女孩崩溃真的受不了这种男朋友 大家认为这个男生这样幼稚 能嫁吗 应该成长起来或者改变之后才能 承担起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吧 反正小徒肯定这样的男生目前 不适合谈恋爱 更别说结婚了 应该好好规划未来 赵川把他们两个的情感纠葛 交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点评的是沙娜老师 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男生 然后呢 你又是一个没有主见的男生 你还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男生 但是你又是一个战友欲极强的男生 所以你就是典型的 妈保性的男孩 就你总觉得 我不论出现任何的状况 后面都由我妈撑的 最后一张就把我妈搬出来 她出去玩 你打电话逼她回家 你先绝食 绝食要不行的话怎么办 把妈搬出来 沙沙娜老师说出了男生四大特点 总结出就是妈保男 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让妈妈来 她一直分不清现实和非现实的状况 没有主见也就算了 非要一神一鬼 感觉女孩就是她独一无二的 别人连看都不能看 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一个人不可能把另一个人藏起来 放在没有男人的地方吧 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沙娜老师让女孩不能心太软 更不能无底线地原谅一个男生 否则到最后也是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的 祝福两人好聚好散各自安好 接着是沙伟老师犀利的点评 沙伟老师指出男生自残的行为 其实更是男生爱自己的自私行为 把女孩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品 其实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他自己内心的占有欲 而一个男生没有对自己情绪的基本管理 要么就是家里惯的 要么就是被身边环境影响的 所以要谈恋爱 先学会做人做事 否则做什么都做不好的 接着是沙伟老师犀利的点评 沙老师纠结于一个男生没有安全感 这只是男生的借口 只有不愿意成长 没有能力自卑的男生才会找这种借口 一个不愿意努力上进的男生 有哪个女孩愿意喜欢呢 他有怎么能给女孩一个未来呢 想要一个真正爱你的女孩 前提要懂得女孩需要什么 而不是自己想要什么 沙伟红老师也建议两人分手 最后是压轴出场的图雷老师 真知拙见一针见血的点评 执着是富有条件 前提条件就是你按我的标准 而这种标准会让你更快的 你愿意放你的标准吗 让他跟男士正常交往 可以吗 图雷老师犀利指出男生的执着 并非是毅力 而是他不允许女孩 跟任何男生正常的交往和相处 理发店驾校老师 都是男士所以男生接受不了 所以图雷老师点评 男生是这样的人 其实你内心机器似的 我不说你们谁对谁错 我只说一个词 性格底色 性格底色是与生俱来的 他的性格底色当中就有女性思维 所有那种喜欢四传滥打 喜欢有控制的男人都是女性思维 图雷老师指出一种男生有女性思维 而一旦沉进去之后 很容易无法自拔 反而会越越险越深 图雷老师强烈建议 这样的两个人是非常不适合在一起的 就算这段恋情 有那么一两目的感动 和某一瞬间的执着 但都是不能成为男生自残 又是绝食的借口 每个让你都有自己的底线 一旦超过底线机会崩溃的 所以现在的女孩已经崩溃了 所以无法再继续这段感情了 最后祝福两人分手后 都能快乐积极向上的生活 故事的结尾也是大快人心 女孩听了嘉宾老师的话 没有再给男生半点机会 而男生失落地走了出来 足以看出 他还是没有放下 当一个男人拿得起放得下 就证明开始成熟起来了 屏幕前的你对于这个结局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